由總統拜登和中國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臺灣時間 今天上午舉行的視訊峰會 對於外界關注的臺灣議題 拜起兩個人是正面遭鋒 拜登是重申美方的一中政策 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或者是破壞臺海和平行為 同時也表達了對於新疆 香港等人權議題的關切 而至於習近平是警告拜登政府 說美國支持臺獨等於是在玩火 一旦臺獨的活動超出紅線 必將會採取斷然措施 更指出中美應該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這場中美領袖視訊峰會 是拜登今年2月跟9月後 與習近平第三次的直接對話 前兩次都是透過熱線電話 峰會在臺灣時間16號上午8點45分登場 兩人面對鏡頭揮手之一 習近平以老朋友相稱 拜登則期盼中美的競爭 要避免衝突 總統先生你好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以視頻的方式會晤 看到老朋友感到很高興 這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與白宮羅斯福辦公室的視訊峰會 逆時將近三個半小時 拜登跟習近平在有記者在場的第一階段 只做出共同對抗疫情 維持中美關係正向發展等宣誓性談話 雙方休息十五分鐘 峰會進入第二階段的閉門會談 臺灣問題隨即成為焦點 根據白宮釋出的會議記錄 拜登強調 美國依然堅持以臺灣關係法 美中三公報與六項保證為指引的一中政策 並堅決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或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作為 同時表達對新疆 香港等人權議題的關切 而中國官媒新華社指出 習近平對拜登強調 臺灣企圖以美謀獨 而美方部分人士也有意搞以臺制華 等於是在玩火 和平統一雖然是前提 但如果臺獨活動超越紅線 北京將採取斷然措施 公正新聞 靜人請編譯